2021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 70年来 西藏女性权益实现巨大提升 官方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保障妇女权益 打造平等时代机遇 让她力量绽放学域高远 西藏拉萨市女性官员白马玉珍 是中国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荣誉称号获得者 她告诉记者 在工作上 女性所发挥的作用丝毫不逊色于男子 在家庭中 她也从母亲身上看到了榜样力量 这些比了妇女的文化素养 综合的能力 参政议政意识 各个方面都得到了质的提升 那么就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也很荣幸 能够生在这么一个新时代 让我们能够有那么好的机遇去学习 能够有那么好的机遇得到好的一个发展 好的成长 西藏塔喜公司创始人 女性创业者卓马 同样对时代富裕的机遇感同身受 我自己应验了一件事情 我做到现在为止 我做了很多事情是我特别想做的 而我做成了 那么这个不仅仅说个人能力的问题 更重要是这个社会 它有没有这种包容心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遇给到女性 甚至这个家庭的观念是否符合你能够去做一些 想做的事情等等 卓马是西藏教育政策的受益者 曾在内地西藏班完成中学学业 后口入北京大学法学专业 毕业后走上了更具挑战性的创业之路 谈及创业经历 让桌马更多感受到西藏女性的力量 包括优秀的女律师 女企业家 也有扎根西藏基层的女性致富带头人 以及积极投身社会工作的女大学生 在我的身上 我自己能够有一个很强的感受就是 我并没有觉得有性别有很大的差异 而是能够在社会当中 甚至因为这个女性的身份呢 能够有更多的发声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不会去给你贴任何的标签 据官方统计数据 截至2019年底 西藏全区总人口350.56万人 其中妇女175.98万人 占总人口的50.20% 女干部占干部总数的46.69% 女干部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